宇哥农美本赛季能恢复巅峰八成身手吗 湖人能进季球赛吗 打到第二轮概率有多少啊 湖人能不能说打进季球赛第二轮呢 第二轮我感觉有点难度 因为你要清楚湖人队啊 他农美就算说完全健康 他领军在队常委的表现 一般来讲也不会太好 这是事实胜去雄家了 农美无论在湖人时期 还说早期在醍醐时期 就算说他是在什么真正的整冠年份 他真说单核领军的话 就周围你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 阴上不得不伤庭 农美呢当时这个气势立马就戳了半截 当时领军在队呢 胜率这块稳定在35%上下 这是农美哥 整个职业上都这样 他只要说当球队老大了 他是整个球队当中运动状态 身体能量最塑色的 表现这块最好的 带队能力呢 一直以来没有显著提高 始终都这样 你上阶级不也是这么农美啊 没有带队能力啊 所以呢 他这个长轨赛战绩 我判断胡人呢 想基神前世 难度非常大 因为毕竟勒布朗·詹姆斯 这个年龄搁得摆着 你不会指望 就说詹姆斯啊 下彩季 他能打这个60场以上 太难了 因为他生涯当中 最近几年的轨迹 就是每况愈下 每年打的场次 略微都会少那么一顶点 伤情隐患这块 预发开始 就是迷雾重重 有一点小伤呢 有时候也不得不选择秀战 现在就这样子 跟年轻时期不一样了 所以新赛季 我判断詹姆斯 他的出场场次 应该会保持在50场附近 那额外32场谁打呢 那不就给农眉打吗 额外32场农眉打 农眉打能打出什么样的胜率 胜率肯定是一般 再这一点呢 那有的场次 甚至农眉也不打呀 因为农眉也不可能说 一个赛季能出单70场以上 他也就打60多场 额外那些呢 万一也没有勒布朗·詹姆斯 怎么办呢 那整个湖人胜率可能说就更惨 也许胜率只有20%出头 因此湖人呢 他的问题在于 农眉不具备带队能力 二是勒布朗·詹姆斯 年龄上涨了 出其率 难以有效保障 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 再加第三点 威斯布克当下也是个老大男问题 常委这期间呢 他这块 你怎么不能 你不能不让他打呀 他毕竟领的是 四五千万的份合同 他只要一打呢 风格已经固定了 根本改变不会来 所以拖着这么一个心筋雷队 心筋抱负 你看不看到 呼人队板凳席 其实没有几个太好用的 就一个纳恩 他算是有两下的 但其他呢 轮换阶段的选手啊 甚至包括首发阶段 就这几个人啊 其实真说 漫长赛季 整场来讲 都属于联赛当中 平均水准以下 一点不夸张 就包括什么 这个 小李福斯之类的 他也是联赛当中 就他所处的位置之上 平均水准以下 就这档次 核心明星 有个心筋雷队 另外那哥俩 各有各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 呼人队 呃 干到第二轮呢 第二轮的话 有机会 但是绝对 没有说那么十足的保护 因为毕竟呼人队 很有可能 他的战绩定格在五六名左右 从下往上打 打第一轮 从下往上打 那你第一轮面对手呢 那肯定有点实力啊 西部这块啊 或者说 这是给你上演一把 落成双雄内斗 但是 快船呢 实力其实也 并不差啊 再包括排名前 练这个勇士啊 以及尚有余力的 这个太阳 太阳多少 还有点余力 现在看的 所以我感觉 常规签战绩啊 呼人队 排到第五六名左右 你说机构赛呢 差不多能打第二轮 差不多 但是更有可能是 首轮 有可能能打第二轮 看詹姆斯竞技状态 如果机构赛期间 詹姆斯农梅都保持健康 那肯定好死的 再者一点 最好是什么 交易截止日子前 如果说 胡人能把这个 卫少交易 就把它变卖了 然后到上未来 两个手轮选选选选 因为毕竟这个 胡人队也看到了 农梅哥今年这个竞技状态 属实让人惊喜 再结合 勒布朗·詹姆斯 多少宝刀也没有彻底 秀实啊 旧赛期间 只要甩开猛男这个宝宝 换来什么这个 希尔德呀 特纳 我认为如果说 这是交易了的话 并且就在 赞美保持健康 勇士也不一定能赢啊 就勇士打胡人 我感觉 双方基本上 接近于五五开 就这样用程度 如果胡人队 这是农梅 这个经济状态 再交易的话 那就胡人 勇士之间都五五开 差不多 勇士没有必胜把握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